曾冒險調查中共隱瞞武漢肺炎疫情的武漢市民方斌 2月10號被中共抓捕 方斌曾在武漢第五醫院拍攝 5分鐘搬出8具屍體 引起國內外轟動 2月10號下午 多位大陸網民在推特發消息說 武漢公民方斌被抓捕 大陸藝術家華勇說 武漢網民和方斌所在小區的保安人員告知 方斌於下午3點多被抓 是中共公安部下達的命令 由消防人員配合 2月11號 大陸網友高先生說 10號上午有很多便衣和警察到方斌家抓人了 直至下午 消防人員撬門才把方斌抓走 並從他家搜走幾箱東西 高先生說 目前方斌面臨極危險的處境 希望國際社會關注 非常無力的一個狀態 中國非政府組織活動人士楊占青說 方斌被抓不意外 因為在中共通知下的中國是不允許翻牆上推特 更不允許民間去採訪 播報這些疫情信息 但是他都做了 並且號召所有人都做起來 號召所有人去反抗暴政 那這些肯定是犯了大意 楊占青說 方斌明知道自己處境危險 還勇敢發聲 當局擔心會得到民間響應 所以必須抓它 消除所謂的雜音 方斌因不滿中共當局掩蓋疫情真相 於2月1號到武漢各家醫院拍攝實際情況 當天他拍下武漢第五醫院 5分鐘內搬出8具屍體的影片 引起國內外轟動 隨後方斌被公安帶走 在輿論壓力下 他被釋放 4號警方再次上門騷擾 王斌自此每天發視頻 向網民報平安 並發起全民互助運動 7號 王斌在自製視頻中 呼籲全民反抗中共暴政 9號 他在視頻中 向大家展示了 全民反抗還政於民8個大字 直到2月10號下午 再次傳出他被抓捕的消息 網民呼籲國際關注 新台南記者 陳漢 李韻 周天採訪報導